車輛已經猛踩油門 但劉姓所長還是私命抓著方向盤 企圖阻止毒販 今年九月三十號 新北土城清水所所長遭女駕駛 故意撞擊工地圍牆 當場被甩飛出去 最後傷重不幸殉職 另外發生在今年七月 新北三重同樣也是嫌犯 稀釋喪失焉彈後上路 裝上僅用巡邏車造成副駕駛 坐的黃汐遠景當場喪命 依托米紙原是管制藥物 屬於短效靜脈麻醉藥 但今年來遭到濫用 被毒販殘入電子煙油 直到今年八月 政府才正式列入三級毒品 另外從高檢署發布的 國內毒品情勢分析報告來看 二零二四年一月到九月 檢驗出依托米紙的見數 就相較於去年全年暴增58.2倍 顯見濫用情形正急劇擴大 為了有效遏止毒品氾濫 十三號法務部審議會通過 將依托米紙從三級列為二級 就連行度也大大加重 獨家致死最高可處十年 有期徒刑 如果連續十年內呢 兩次以上的自人死亡車禍 甚至是可以處到五年以上 甚至無期徒刑 監察機關持續強力查氣 修法加重刑毒 就是要全力防堵 喪失煙彈 持續危害社會治安 靜新聞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